这一篇关键是重要的是讲了几个大问题 一个问题呢就是 中医 古代的五千年前的中医已经认为 人是由于父母的生殖细胞构成 生命是从这样的产生 而这是一个唯物的一个思想 在那个时代 上古时代科学不发达的时候 人对于神的崇拜 对于天的崇拜是非常非常迷信 但是皇帝内经的作者 他们已经能够客观地认为 生命 人的生命呢 它是物质性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这一段里很重要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呢 是讲了 腹筋母血 也就是腹和母的生殖细胞 受精合成以后 成了一个最初的胚胎 然后在母体的子宫里面发育成一个可以以后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两点 一个是来自于父母先天的圣性 也就是父亲和母亲的 父亲的所他们的爱的遗传基因 第二个呢 就是受精以后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又接受了母亲所提供的大量的营养质 使这个生殖细胞受精的一个卵 再进一步的发育 这个发育的过程大约是二百八十几天 二百八十几天 二百八十一天 我们以前算预产期 就是怎么算 然后呢 这个二百多天的孕育的过程 实际上是后天的过程 大家别以为这是一个先天的过程 实际上受精卵及父精母卵相结合 中文一称作父精母血 生殖细胞结合 结合成一个受精卵 那个里面所携带的是父母的遗传基因 所以孩子生出来有父母的各种基因 最起码的一个就是 不是想爹就想妈 或者是想爹妈各一半 这个基因 对吧 所以这是先天的 但是当那个细胞受精卵 受精以后 然后种植在子宫内膜上 有子宫在 有个受精卵发育成胎儿的过程 对胎儿本身来说 他是还是在先天 因为还没降到生命没降到人身上 但实际上他跟父母的携带的那些生殖基因细胞 他已经是属于后天了 为什么呢 他从一个受精卵进行细胞分裂 然后最后发育成一个完整的胎儿 一出生到这个世界 接触到空气就能呼吸 就能哭 就能吃东西 这个一段的过程 大约是二百八十几天 这段过程完全是靠母亲 就是孕母 她的身体里边 从外界吸收了大量的营养物质 通过母亲的血液 然后经过孩子的体动 也就是孩子的一个胎盘 孩子的一个胎盘 胎盘 我们现在拿西的理论来讲 孩子的一个胎盘 一个胎盘 中意叫做胞义 胞 同胞的胞 为什么叫同胞 大家是在一个胞里面 实际上 大家中国人成为同胞 同胞不是一个胞 同胞的是单乳双生的 双胞胎 或者三胞胎才是真正的 只有一个胞 一个胞 这个胞我们叫胎盘 它是一个原胞 它是紧贴着子宫内膜的笔 然后呢 这里边呢 是一个胎盘 或者两个胎盘 这个胎盘呢 在这个包里边呢 它是 像游泳一样 在水里浮着 这里边的水叫做洋水 洋水 只有这样 这个胎盘在里边呢 才一直是保持一个平衡 安全的状态 这个状态呢 就是不管你母体怎么动 不管你母体是站着的 还是躺着的 它在这个水里边 它始终保持着一个水平状态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那么这个胎儿的发育呢 是接受了母亲所输送的营养的毒 细胞分裂是由于受精卵 但受精卵的细胞分裂和发育长成的是要外界的东西 外界的东西是母亲的血液里面 母亲的血液呢 包括母亲吸收大量的 比如怀孕期间吃好的东西啊 营养啊 吃了以后呢 要供给胎儿 供给母亲本身也要供给胎儿 咱们供给的呢 是母亲的血液 然后呢 警惕着子宫内壁 子宫内壁呢 就警惕着胎盘 所以 而小孩子的胎盘 跟母亲的血循环是一个系统 是一个系统 母亲身体的所有的动脉 静脉 新生代谢过程呢 是紧贴着胎盘 给婴儿的 所以当婴儿没有降临这个世界之前呢 这个婴儿呢 它是接受了母体的营养物质 然后呢 废料的话呢 也是通过胎盘 给母亲的 那么 这个胎盘 怎么跟小孩联络呢 胎盘的一端 伸出一根东西 一根管状的东西 这根东西呢 最后是 连接在胎儿的就是肚脐上 这个地方就叫做 骑动脉和骑进脉 一个管道 整个所有的 母亲所提供的营养物质 和胎儿发育过程 如果有废料的话 那都是重复这个管道 所以这个胎儿要长大就是这根 所谓叫肺脐 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从母体出来的时候 那是胎盘 是胎盘 跟子宫壁 粘粘的 胎盘 由子宫的收缩以后 胎盘跟子宫壁 产生玻璃 然后呢 羊水呢 破裂 这个羊水就是本来胎儿长大的 那个过程当中 就是在水里面 那个水呢 可不是自然水 是非常滑 像肥皂水 很滑 我记得我年轻时候一次有一次机会 难得的机会在妇产科实习 接身 我也不懂 戴这个手 接身 把我吓出 永远不会忘记 我还就接上这么一次 我就接过这么一次 小孩子拿到手里面以后 捧不住 滑得不得了 比那泥丘还要 比那黄扇还要滑 捏哪 那个水 那羊水 第一次 小孩子拿到手里面 怎么要掉下来 捧着捧着 不能摔下来 掉下来 要掉 要摄死它 可是这就是抓不住的 哇 急得不得了 然后好不容易的 摆到边上 所以我就知道 那个东西有多滑了 那叫羊水 当然这个羊水的滑是很重要的 不论那胎儿怎么滑出来 从产道里面滑出来 也不容易的 滑出来以后的胎儿 是出来的 但胎盘还留在子宫内 而且还没有完全剥离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完全剥离 滑在里面出不来 那是很危险的 那么正常的情况 你都能剥离 不能剥离 住产室就可以人工剥一下 然后就拿下来 这个胎盘 如果这样子 如果正常的分辨的话 就是说你不需要剥离 动物它都是自己生的 就是胎儿先出来 紧接着胎盘也在子宫收缩下 就挤出来了 挤出来了以后 然后母亲母体跟耳体就分开了 分开了 但这个小孩呢 一接受空气了 他怎么呼吸 他就会哭 如果不哭就死掉了 但是他的肚脐上 连着一根那个脐带 那里面是 里面是一个管道了 后面一个胎盘 这是连着 你必须把这个要弄 这个弄的呢 就会出来了 我们会出来了 我们会出来了 感谢观看